中奎扶魔 雪妖魔灵 是真正的东方魔幻电影 一个故事最大的难度 整个的世界观是什么 整个的一个系统 是一个轮回转世的系统 有仙人 魔非常清晰的三界 有神仙的地方叫仙界 视觉的要处来说 一定要有一个气势 一个是镇压堂 另外一个就是张道仙的仙人庙 张道仙像父亲像老师 这样的一个很温润很儒雅的一个形象 中奎你是被先进行东奎扶世 他既是中奎的师父 也是中奎的恩典 中奎是完全依靠这个世界 人类的社会就是人间 醒醒啊 这不是幻术 醒醒啊 中奎和他男朋友杜瓶呢 其实就是人类的化身 他们代表了一切人类身上最美好的部分 我想保卫糊涂 我想打败妖怪 中奎是一个非常古人精怪 非常爱哥哥的一个妹妹 哥 他是要中奎最根本的要保护的对象 是中奎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 三界的秩序被打破 魔界要进翻人间 我演的是一片雪花 这个雪花变成了妖 首先我是妖 然后我还是蜥蜴 她的任何动作都是很迅速的 这个戏非常难掩的一个部分就是 她是一个妖 但是呢她希望能够过人的生命 雪妖的这个角色 我更愿意单纯来形容她的个性和她的内心 她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份爱情 难道妖的爱配不上人的情吗 雪妖是一个魔来的 爱上了小奎 她要要唯独魔的这个利益 你想不到男女主角是有一个对大的 而这个世界和宇宙是分为三界的 中奎在天地人三界里面呢 她是很主线的一个角色 他自己的身份是人还是魔 我不是魔 他是活着了还是死去的 从一个美书生到一个君汉的一个武士 到最后成为真正的非常地正义和善良的一种神灵英雄 凤亚 和善良的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